中央政府最失败的不是中央政府 因为中央政府很远 他都不是亲身地看得到或感受得到 我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不可以推卸的责任 在两方面 第一就是我觉得它缓和社会的两极化 那方面是做得不够 我也经常说 你如果将那个 就是rewind 去去年6月9日 如果一百万人上街的时候 你撤回了 根本整件事不改观 那就不要说了 就算他那时候不撤回 他迟一点 当他决定了 既然都不进行了 他就撇撇脱脱出来说 对不起 我可能迟了一点 但我现在撤回了 去到6月15日 比如说 撤回了 都不是去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因为始终 他两个方面都升级 就是一方面 警察就要执法 在执法之中 就很多人都对他们是有意见 但是那些街头上的活动 也都是越来越加弹的 就是气来弹那样的 那变得那个冲突 就越来越加弹 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是吧 那你香港政府 完全就没有成功地可以化解 这个这样的矛盾 它反而令到那样东西越来越升级 这个市就一方面 另一方面当然就是 它怎样跟中央去想 怎样去解决这件事呢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是它在香港 它变得很多方面 应该来说 是比较跟市民的距离 是比较接近一些 那么它变成了是可以将那个市的不同的面 是可以将它看得深入一点 那也都因此而可以将整件事 是跟中央是谈得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始终都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方面来说 我觉得香港政府是跟香港人脱了截 也都是就是很多 尤其是跟那些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我不是说用暴力 或者就是乱来打烂东西那些 我个人来说我是很不知自己的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不可以说用各样东西看东西 是用一个snapshot 那样东西发生了它打烂东西 那你都要深究一下因和果 而且你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的呢 他们是为什么这么angry 这么不开心 这么unhappy 就是你作为一个政府 你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要了解 我不觉得他们很了解 还有我觉得他们呢 由头到尾一开始 就已经用武力 就是这个呢 不可以 我不是说他不应该用武力 比如说有一些的动作是太离谱 可能需要用武力 但是武力都是要不可以过分 但是与之同时呢 你不能只是用武力 你是要用很多的对话 是吧 很多的深入的了解 来到谈通那样东西 才解决到 就是变成 你现在 你说用一个 就是用一个权力 来到解决问题呢 你就算别人害怕 而就是说 OK 跟着你做吧 但是他心都不舒服 那你不想的 你不想一个社会 那些人不开心的嘛 那你始终就是 如果有忧虑的话呢 正好是有一个责任呢 是尽量要排解的 如果是多余子 你会有什么责任呢 我会有什么责任呢